最后我们对联动特征进行一个总结 如下两个表总结了对以上经济周期诸葛因素的讨论 第一个表显示了几个重要的宏观经济变量与GDP的相关系数 以及它们的偏离趋势的百分比可变性 首先消费 消费的相关系数高达0.78 因此它是一个顺周期变量 它的标准差相对于GDP来说是GDP标准差的76.6% 因此消费它的可变性相对于GDP来说要低一些 而投资它也是一个顺周期变量 因为它的相关系数也高达0.85 投资的可变性远远高于GDP 第三个变量是价格水平 我们发现它是一个略微存在逆动器的变量 同时它的可变性要低于GDP 货币供给相关系偏低 因为我们说过它是一个略有先行的变量 相对于GDP来说货币供给量的波动幅度略低于GDP 就业和平均劳动生产率也是一个同步变量 同时它们的波动幅度小于GDP 表二对经济周期几个因素进行了定性的总结 这两个表对我们后面讨论 不同的经济周期的理论的预测是非常有用的 就各种宏观经济理论的有用性而言 首先要验证的是模型预测的经济周期的特征 与表中所述的是否一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